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以智能家居配置成为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有60后香港夫妻上 分享他们豪花379元购买位于约1657英尺的单位待退休 入住 其中他们在家居设计上选用多款国产店 打造超智能家居城一大关注点 更吸引大批网热议 这对香港夫妻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大 去吃喝玩乐攻略 近日 他们就透过影片表示2 于2020年初 在珠海湘州区以约379元万购入 1154平方米约1657的海警单位 准备待退休后入住养老 起料在准签署买卖合约时 碰上疫情封关 只能无奈委托 地律师帮忙处理手续 且等到去年2月才正式开装修工程 从影片分享中可见 单位内大部分的私电器都购自内地大型网购平台 淘宝和京东 由夫妻二人亲自选购和定制 而他们亦在装修 计上加入许多智能家居的元素 包括自动拖地 尘 全自动洗衣机 电动窗帘等八大智能家电详细 能电器产品件上文图级 大大增添日常生活的变程度 妻子表示在珠海生活因没有庸人的帮 而需要她一手包办家里的大小事物 在打理凡家务下智能家电不失为一位好帮手 另外 她大国产的电器既实用又方便 更在片中扬言不惠香港或外国品牌的电器 不少网民在看到香港 7的分享后都大赞他们在装修设计上用心 更指他们在每个角落都放满物品 将香港人用尽一处空间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亦有部分网 指他们在影片中介绍的各种智能家电均非常用 纷纷留言表示要为自己的家居添置同款电 资料来源 YouTube完整片段 星岛投票App今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星岛申诉网已推 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现要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射 立即我要赞取 请不吝点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请不吝点赞扬身边好事 请不吝点赞扬身边好事